嗨大家好我是大沛 今天影片呢要跟你們分享我三月份的愛用品有哪些 我之前都從底妝開始分享 但是今天我想要從唇彩開始 因為這個唇彩實在是太顯眼了 我想你們一開始可能會想要知道我擦什麼顏色 所以我就從唇彩開始 我要先說我這個月愛用品呢是 這個 BOXOM的唇膏 這個是我之前買的他們的那種特惠組 就是全部都是mini size 然後很多個顏色可以用 但是它裡面的色號呢都是常態色號 所以你們可以買 但是不會這麼小隻啦 他們的常態品比較大隻 然後這些顏色是現在網路上面還買得到 他們有出正貨的顏色 我現在嘴巴上面擦的這一支呢 他們有兩種唇膏喔 一種是霧面的 一種是我現在嘴巴上面這種非常有光澤 然後那個光澤很強烈 而且會持久 不會一下就霧掉的這種唇膏 然後他們這個唇膏這個系列好像叫做 Big and Sexy 然後我嘴巴上面擦的這個是 Fuchsia Fetish 我要分享兩支 還有另外一支呢是 Ribble Rose Ribble Rose是 給你們看試色比較快 這個是 Ribble Rose 它是很常見的那種 有一點點紫色調的裸棕色 玫瑰色紫色調 是很日常的 然後很容易搭配的顏色 他們光澤很明顯喔 你們看到嗎 而且這個光澤可以持續好一陣子 再來這個是我現在嘴巴上面擦的Fuchsia Fetish 這個很亮眼的桃紅色 我想要特別介紹一下 Buxom他們這個系列就是 非常水潤有光澤的唇膏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因為通常這麼水潤有光澤的唇膏呢 在你擦了護唇膏 就是擦那種很油膩很滋潤的護唇膏之後啊 會不容易上色 但是他們的這個非常水潤的唇膏呢 在我擦完護唇膏之後 那個顯色度依然是一級棒 就是它不會被你的肌底影響 然後它的這個水潤的這個光澤感啊 持久 修飾唇紋的效果 然後撫平你的唇紋 或是有一些脫皮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的嘴巴很乾 然後在擦唇彩之前 喜歡上很多護唇膏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 非常非常的容易上色 不受前面的護唇膏影響 我覺得這點真的是太厲害了 然後這個水潤感 如果你很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嘗試他們家的這個 Big and Sexy 對吧 Big and Sexy這個系列的唇膏 非常的好 再來呢 是這個 The Balm的液態唇膏 這號是 Dotting 對吧 Dotting 給你們看 它是蜜桃色 然後又有一點點的木瓜棕色調 啊 那這個液態唇膏呢 我有在粉絲專業放我那一天化妝 然後擦這支唇膏的照片 大家就被這支唇膏燒到 覺得這顏色很漂亮 是的 這顏色非常的漂亮 而且 它的那個蜜桃色調 不是很橘 不是很黃 又有一點棕色 又有一點奶茶色 反正它 就是 襯膚色 非常的 優秀 不會讓你臉黃黃 然後那個 很有 元氣 然後又 有一點成熟 又不是非常的 怎麼講 又有一點少女感覺的顏色 我覺得超棒的 而且呢 它乾掉之後是霧面的 擦起來又還蠻 舒適的 有一點點 涼涼的感覺 但不會很持久啦 就一點點而已 還有一點點那種 涼涼的 味道 有一點像牛奶糖 又有一點 我覺得它跟那個 BOXOM的唇蜜的味道 有一點點像 但是沒有那麼的甜 你們看 是不是很美 這個顏色 它乾掉之後就是 完全是霧面的 我覺得你要拿它 來當腮紅的話 也是非常的漂亮 襯膚色 我之前有錄一個影片 就是講 一台唇膏怎麼當腮紅喔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一個 霜狀的腮紅 我這個月完全 真的是 完完全全沉浸在 霜狀的打亮 霜狀的腮紅 霜狀的唇甲彩裡面 就是臉上充滿了霜狀的東西 我要講這個腮紅的是 BECCA的 Beach Tint Shimmer Souffle 4號是Grabah Moonstone 超級漂亮的蜜桃色 我在FB分享 這個液態唇膏的時候 那一天 它的腮紅就是這個 是不是只有台灣人會說FB啊 Facebook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 顏色 你們看 裡面有 木瓜蜜桃色調 然後這個 有一點 金色的這個啊 就是他們那個打亮色 還有Moonstone 所以它的 他們的命名方式啊 都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拍到 就是刮髮 然後一個斜線 然後Moonstone 就表示它 配合的這個打亮呢 是Moonstone這個色號 它非常的軟 就像是 慕斯一樣 它比那個 Colourpop 他們那種眼影 腮紅還要再軟很多 然後在手上推開之後啊 它就變成粉狀了 所以它不會有黏膩 油膩的感覺 這個呢 是它的 試色 那如果你很怕 就是有打亮在裡面的 腮紅會顯毛孔的話 這個比較 不要 不需要擔心 因為它的亮度還蠻低的 這個 漂亮的蜜桃色 再來呢 就是 Juwe的 霜狀的 三個 打亮 還有他們的 唇甲彩 我之前在那個 超清淡妝容的影片裡面啊 就分享過他們 非常非常的 很 滋潤 油滑 然後又不黏 質地是很 輕盈很輕盈的那種 然後它的光澤呢 很細緻 所以如果你的皮膚沒有非常的平整 也不需要擔心 但他們這個霜狀的打亮 我就是已經 愛到瘋了 每天都在用 我覺得他們這個打亮 像在 這個蘋果肌的地方啊 也不會讓皮膚看起來很粗糙 那它 比較不適合 喜歡高強度的打亮 很亮的那種人 就會不喜歡 因為它的光澤很隱約很自然 但是相對的就 沒有那麼亮 就比較不會顯肌膚的紋理和質地 你們看一下 這個珠光白色是Camellia 有人說它是不是有偏光 沒有啦 它就是珠光白色 Tierra 這個是Champagne 這個是帶一點黃 這個是有點粉色調 香檳色 試試在這裡 這個是 Camellia 這個是Tierra 這個是Champagne 光澤超級美 最近真的是幾乎每天都要用 不用我就會傷心 然後呢 這個是非常自然的 棕色調 一點點的紅色 很自然的珠光 但我根本拍不出來 因為實在太低調 太細了 想要看這些打亮產品 還有這個唇頰菜 可以去看我之前那個 就是很清淡的那個妝容影片 那G-WAY這個霜狀的打亮產品呢 融入肌膚的效果 真是非常的好 像我皮膚不是非常的白嗎 我現在臉上的打亮的產品啊 是這個白色的 珠光白色的Camellia 完全沒有問題 也不會一條白白的很突兀 我最近真的是 愛封了它們的霜狀打亮 再來我要講的是眉粉 這一個 是Etude House的眉粉盒 裡面呢有螺旋梳 還有雙頭刷具 這個雙頭刷具我覺得沒有很好用啦 我都沒有在用 螺旋梳在外面還蠻方便的 可以把睫毛 不是睫毛 眉毛書順 這螺旋梳還蠻方便的 然後有一個珠光的香檳色 這顏色我沒有什麼在用 沒有特別喜歡 然後這兩個眉粉的顏色呢 我覺得很自然合我的髮色 那其實這個眉粉盒我以前 比較沒有那麼常使用 我最近比較常用 而且最近發現它好的地方 我以前比較少用的原因是因為 我以前眉毛比較稀疏一點 那這個眉粉它橙色的方式 不是非常的顯色 不是非常的明顯銳利 它是那種比較隱約柔霧感覺一點的 那眉毛比較少的時候 用這個啊 我都覺得那個眉尾的地方 我已經畫不出來形狀 沒有辦法很俐落很漂亮 那我後來用那個嘛 Shiseido的什麼 舒活睫毛精華液 那個PC Home沒有在賣 我用那個之後 我的眉毛 那是睫毛精華液 可是我塗在眉毛 眉毛就長出了很多啦 然後我就發現這個產品呢 對於眉毛比較多的人用起來 真的是超自然 用那種 就是斜角刷 刷上這個眉粉之後啊 眉毛就會非常的自然 然後很柔和 但它真的適合眉毛多一點的人 這還蠻好用的 但是我現在眼睛上面的眉毛呢 不是眼睛上面的眉毛 呵呵呵呵呵 我在說什麼 那我現在眉毛呢 並不是使用這個眉粉 我現在眉毛是用 我今天到底是手有什麼問題 我今天眉毛呢 是用這個 Smashbox的 Photo Mad Eyes Palette 這盤全霧面的眼影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本來以為它在Sephora上面下架了 我是不是沒有辦法分享它 但是 我在Ulta發現它在特價 不然好像49塊 現在買29塊 應該 還有貨吧我想 這個是全部都是霧面的眼影盤 然後呢 有中性的 冷色調的 還有暖色調的 顏色 附的刷具是 雙頭的 一邊是扁刷 一邊是斜角刷 刷具很好用 然後呢 這盤有什麼好處呢 它的優點和缺點都一樣 它的優點就是 顏色很實用 缺點就是顏色很普通 就是感覺你在哪裡都可以看到過 但是呢 它的這個品質 超棒 它的品質是 呃 非常好 顯色 好暈染 然後它是乾式的那種 但是那個粉質就綿密細緻 到不行 它的 乾 我叫什麼 不是乾 它的霧面的深色啊 品質是好 我覺得這麼深的顏色 霧面色要做的這麼的 綿密顯色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有用這個 眼影盤做妝容影片之後會發 就是我現在眼上 眼睛上面這個眼妝 我用這個黑色眼影 畫這個上揚的眼線啊 完全沒有問題 超棒的 很喜歡這盤眼影 然後 你還可以在裡面調出 不管你是什麼髮色 你都可以找到適合你的眉粉 如果你要 找就是 特殊的顏色 你甚至可以調出來 因為有灰色嘛 有蜜桃色 你可以混出很冷的色調 混出很暖的色調 所以 你是 什麼頭髮 就是金髮 這邊也有 適合你的眉粉 非常的實用 你如果用大支的眼影刷來沾啊 你還可以拿來 畫鼻影啊 像這邊這個就是 適合畫鼻影的顏色 那如果你要冷色掉一點 你可以混一點灰色啊 暖色掉一點peach的這種顏色 反正就是 你可以找到 絕對可以找到 或是混出適合你的 眉粉的顏色啦 臉上的陰影色啦 bronzer啊 只是你要用比較小一點 小一點的刷具 然後它這兩個最常用到的 像這個 霧面小牙白色打底 中性的淺 霧面咖啡色 做特別大格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謝 我很喜歡這一盤 而且現在特價不買可惜 裡面有鏡子 我怎麼變得好像什麼購物品 大家在推銷這個 沒有啦 這真的是非常好用的眼影 我會錄妝容影片 再來是 Natasha Denona的眼影盤 這個是8號盤 就是中間有一個玫瑰金色的這盤 這眼影盤呢 這個月也很常用 然後品質呢也很不錯 珠光色光澤很漂亮 質地稍微偏軟 所以在沾的時候呢 要小心輕輕的沾 用量不要太多 上的時候呢 先用按壓的方式 然後再慢慢的推開 建議用扁刷 不要用太鬆的刷具 用很鬆的刷具 像這個珠光的眼影 真的是粉會飛出來 會 就是臉上會有亮片什麼的 不太好 所以刷具要慎選 用量要注意 光澤很漂亮 那至於值不值得買 我覺得見仁見智 他們的眼影標價 真的是有點高 小盤的這個五色 我還可以接受 大盤的我是沒有辦法接受 我花兩百多塊 或是什麼一百六十九塊美金 買一盤眼影 然後品質是不錯 我覺得他們的眼影在 手上的試色 用手指頭試色 佔盡了優勢 是很 就是很適合用手試色的眼影盤 然後可以這樣一直畫 一直畫 然後顏色都很漂亮 然後很容易眼展開來什麼的 但是真正在眼睛上面 用刷具使用的時候呢 是不錯啦 但是沒有在手上這麼的誇張 所以是一個不錯的眼影盤 但是它的售價 跟它的品質上面的關係呢 要不要買大家就是 衡量一下自己的經濟狀況 你們看一下試色 這個是香檳色 有粉色偏光喔 這點是蠻特別的 可是有點膠狀感 這兩個是偏墨綠色的 這是玫瑰金 這是稍微冷色調 有點的銀棕色 有點藕色調 所以他們的眼影 就是光澤非常的有層次 但是我沒有他們的霧面色 所以沒有心得 珠光色呢 光澤感的層次 是他們的最大的優點 然後在手上的試色 這是占盡了優勢 在眼睛上表現是不錯啦 但是不是在手上這樣的 忘了說 我現在眼睛上面 有用這個玫瑰金的顏色 之後會有妝容影片 再來講底妝 這個又有很多愛用品耶 一定影片很長 底妝是這個 Urban Decay的粉底液 色號是3.0 那我要分享另外一個底妝呢 是Tarte的這個礦物粉底 色號是Light Medium Neutral 那這個底妝我記得 我之前也有放在別的月的愛用品 然後裡面就有講一下它的特色 我覺得它最大的優點就是 它很自然 很像自己本來的肌膚的感覺 它的那個光澤感是 比較低的 所以是自然光澤 不是很油亮的那一種 那遮瑕度呢 我覺得不到中度 但是它是可以疊加不會厚重的粉底 所以可以疊加到中度遮瑕 它帶來的妝感完全就是自然 然後有一點點的光澤 遮瑕度呢 就是中偏低 非常的清透舒服的粉底 那這個Tarte的礦物粉底 我之前有錄過就是 如何使用這個產品的影片 它這個上面寫說 Full Coverage 它沒有Full Coverage 我覺得它遮瑕度是偏低的 但是它上在臉上呢 非常的舒服 如果你皮膚乾 那這個產品就還蠻適合你的 如果你是油肌 那就不要用這個產品 如果你皮膚在混合的話 也許先上蜜粉 之後再上這個粉底呢 效果就會不錯 那如果要用這個產品 非常的建議大家去看我之前 講如何使用這個產品的影片 因為它的用法上面有一點特別 所以這個月常用的底妝 都是那種輕盈舒適的底妝 再來要講遮瑕 這個月要講的東西都雙雙對對的 遮瑕呢 這個是 我這個月比較常用的 我們拿翻拿隨便 這個月比較常用的 Mac Pro 它也不算是遮瑕 我主要是用它裡面的corrector 這個帶綠色的 然後這兩個蜜桃色調的corrector 這修飾泛紅非常好用 然後這修飾黑眼圈 比較重的時候就用這個 如果黑眼圈沒那麼重 我就用這個 那偶爾真的很明顯 我就用一點點橘色 那這個corrector呢 它是半透明的 然後有一點點油滑 一點點膠狀感的質地 所以它在底妝之前 校色的話 用這個非常的好 再來用完這個之後才上底妝 我之前有 你可以搜尋一下 我用過很多 這個產品的影片 用過蠻多次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 再來呢 是Sonia Keshock的遮瑕膏 我的色號是7號 Light 這個遮瑕呢 它的遮瑕度大概是中等 沒有特別特別的高遮瑕 但是它的質地呢 非常的滋潤舒適 但它的選色我非常的喜歡 你們看一下 這個間底的這個是蜜粉 這蜜粉很好用 它是有一點點透明的 所以它柔膠效果非常的好 這個帶黃綠色調的是 修飾泛紅的顏色 然後這個一深一淺的顏色 這個稍微紅一點點而已 我會拿來 就是上完corrept之後 上完底妝 然後如果還有一點 就是黑眼圈的話 我會用這個顏色來遮 那這個淺一點點的顏色啊 我會拿來就是 稍微大量 淚溝一點點 因為它這個顏色 其實沒有比我的膚色淺很多啦 其實差不了太多 我會用一點點再淚溝 或者是跟其他顏色混合一下 調出我需要的顏色 這盤很好用 再來 最後兩樣東西 一個是 這個Graftobium的妝前的產品 一個是 木瓜霜 我先講一下這個產品喔 給你們看一下包裝 這個是Graftobium的 怎麼唸啊 Elevation Instant Toning Bell 它其實呢 裡面長得像 我不知道怎麼講欸 有人說 好像別的牌子 也有出類似的質地 我不是很清楚 它是QQ的 有沒有看得出來 這樣NONONO QQ的 然後這個產品呢 它是 在你的底妝之前 我覺得它最主要功能呢 是讓你的肌膚上面 有一層薄薄的 很舒服的膜 並不是很明顯 一層膜感 它就是有一點點舒服 一點點膠狀的那種膜 然後上去之後 會讓你的皮膚 我自己感覺 有一點點降溫的效果 但它最大的功能 是讓你的毛孔啦 呃 小小的細紋啊 都變得柔膠一樣 很不明顯 而且它特別的地方是 它不是補土型的產品 像那個Benefit Porefessional 它那個是補土型的 你哪裡有瑕疵你就用 然後用量如果超過你的那個凹洞 你用太多 它就被你推來推去 會有移 所以用量要控制好 然後它是適合局部使用的產品 那這個不是補土型的東西 這可以全臉用 而且用量上面沒有那麼的就是 需要謹慎啦 因為它不會有推來推去的問題 它是透明的 然後 呃 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你皮膚乾 然後你需要這種就是 修飾肌膚紋理的產品啊 這個就非常的適合 因為很多 就是毛孔紋理的產品 有控油的效果 那我用那個就會很乾 像這個 它上面有說什麼hydration 還什麼東西 可是我覺得它主要沒有到 幫你滋潤的效果 可是它不會讓你變乾 所以如果你的保濕產品上的夠 用這個 皮膚會變得很柔膠 很柔滑 很漂亮 然後不會讓你變乾 所以乾肌需要 呃 修飾肌膚紋理 這很好用 有一點點就是降溫舒服的效果 再來是這個木瓜霜 這應該很多人都推薦過吧 它擠出來呢 就像是 嗯 透明的那種軟管護唇膏 我擠給你們看 有沒有 就是 透明的 軟管的護唇膏 這個東西呢 非常的多用途 最簡單的用法就是拿來當護唇膏 但是它 比較滋潤油膩一點 你最好是這樣按摩完之後用衛生紙按掉多餘的 才上唇彩 這樣顯色度會比較好 然後還有別的用法 我會把它加在我的乳液裡面調和之後 這樣子那個滋潤度就會變得很高 所以皮膚如果非常的乾 有脫皮的話 非常的建議你們在妝前的時候混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就是一點個米粒 在你的乳液裡面 那也可以帶出門出去的時候 假設你哪裡脫妝 那邊有乾乾的那種 就是很結塊的感覺 你可以上一點點 在那個地方 不是當作擦乳液這樣擦 是上一點在那邊 推推推按摩按摩 然後那個局部的妝呢 就會被這個東西融掉卸掉 之後用衛生紙 就是按壓擦掉之後 你重新補上妝 那個地方的妝就會非常的服貼 因為它等於是幫你把舊的殘妝卸掉 再增加一點保濕度 所以這個拿來補妝效果非常的好 那如果你擦唇膏 或者是液態唇膏 它假設你想要把它卸掉了 它不漂亮了 你也可以用這個 極多一點按摩按摩 然後用濕紙巾 濕紙巾 如果用衛生紙會有屑屑 用濕紙巾把它擦掉之後呢 你嘴巴就會非常的柔軟 然後沒有什麼死皮啦 什麼就是細紋啊 你就可以重新補上唇膏了 所以這是非常的多用途 我最近皮膚比較乾的時候呢 我就會拿它來救我 然後分享了超級無敵多的 這個月的愛用品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任何問題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 掰掰